媽祖慈悲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路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妈祖圣道的知识 我们最近都在分享妈祖信徒 圆满人生的开悟与实践 进行到第五大丹年 圆满人生的实践 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提升灵性的方法 因为要圆满人生要有五个境界 达到五种目标 第一个身体健康 经济自由 就是生的圆满 然后善联管节 静的圆满 然后心灵的安详 超缓入胜 所以我们在探讨如何超缓入胜 提升自己的滑界性 如何提升自己的灵性的方法 一德马祖教育我们有七种方法 我们已经探讨到六度波诺密的修词 然后布施持戒 今天我们要谈定心明德的修炼 我们知道宗教在修行上讲两个重点 一个是心静 心要清静 干净 另外一个要行善 要有福报 一个是要福 一个是要慧 因为当我们心静了 定了 我们就会有慧 所以六度波诺密就知道 前面在讲戒定慧 我们妈子讲善 布施持戒是善 在修服 然后定心呢 连能定心下来 就可以有慧 就会产生 所以常清静经在讲 连能常清静 天地吸这归 天地所有能量都回来 所有宇宙的智慧 就会回到你的生命当中 等于我们可以连结宇宙的智尿库 我们就会开智慧 就开悟了 就节悟就成火了 那就是六度的戒定慧 善定慧的奥妙 这就是修福 修慧 其实修一个心定下来 定静安立得的学问 就大学之道 在定静安立得 一等马子在十几年前 就来教育我们 我们心要定 就是要修忍辱禅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是谈善 善就是布施 不施 慈怯 那慈怯当中有生 口 意 业要慈 那它的善根 善业的基本的根本 就基本的根本 就是不贪 不争 不吃 那不贪就是布施 就是行善 那真就是愤怒 生气 容易动怒 容易动怒 那就要忍辱 那智慧呢 智慧来自于定 禅定 所以忍辱禅定 就在求智慧 在根治我们的真跟痴 所以我们的忍辱跟禅定 而且定就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对峙我们的真心 就是忍辱 那忍辱为谁能忍呢 忍到最后不能忍 最后的根本之道就是 你要禅定 要定心 那你的心怎么去定呢 那大学之道又有讲到吗 要诸子啊 对不对 那心能止了 停止了 再定了 静了 安了 立了才会得到 尤其这个立 就叫施立 那义德马祖教我们 这个立 你也可以变成过立的立 有三连水的立 那把你的心啊 你心很混乱 妄想 足足分别 很复杂的心 你怎么让它定下来 安下来 静下来啊 安静的静 干净的静啊 能静下来啊 那如何做呢 他就叫我们要修十二个心 要去过立 让我们的心本来很脏 很复杂 让它能清静 所以他就叫我顾问 一定要定出十二个心 要去修 那每天呢 让自己静下来十二分钟 一分钟想一个心去检讨自己 那棍后就开始列出来啊 然后拔杯问马祖 就义德马祖叫我 要回去请教 北港朝天宫的主持和尚 主持和尚 然后便跟他拔杯 admitting 要义德马祖 去祂 你跟他拐杯 就义德上 太太太太掉了 你跟他拐杯 有点 你跟他拐杯 要拐杯 就說我們要有十二心 要過濾 讓我們的心一層一層 十二層的過濾 我們的心就會乾淨 我就把十二個心 我累出來的給師傅看 隔了一天 師傅叫我去 他說他有去擲杯 那媽子 北港媽子說要加三個心 最後三個心是北港媽子加了換了 所以確定以後 擲杯十二心 要能定心明德 明德 要了解這個德行十二個 你要去反省 去過濾 來靜我們的心 來過濾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到最後是清靜的 天地皆西歸 就回來了 我們這個連通宇宙的信息了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這十二個心 所以我們靈性要修行來提升我們的靈性 六度波密 戒定慧 媽子是擅定慧 那個定 連入禪定 對禪定 我們常常會解釋很快講說 外離向而內不亂 內就心不亂 就是所謂的禪定 最簡單在哪裡 其實這要有功夫的 要有修煉的 這個修煉呢 是媽子教我們 每路我們要禪坐 禪坐 坐在那邊 你坐著舒服 知識自然 舒服 專注 專注就是心的注意力 心等於注意力 心就放在這裡 來還行 然後去冥想 來行為你的初心 回到你的本如 真如 那個真心 那怎麼樣去冥想呢 定心明德禪定的修行的冥想呢 第一個就是懺悔心 你要去冥想要去了解 那懺悔心就是連待業而來 連待業而來的 所以要心存懺悔 懺悔拿正心的悔過 所以我們說我們都帶業力來了 你要消費就是要懺悔 所以第一個要懺悔心 真的你要敗燦 要跪拜神明 當你在跪拜神明的時候 就知道我是帶業而來的 我有帶著我因果的業力來了 一定做錯事了 我才會來當然 才有這個八苦 所以你要很 真心的存著慚愧的心 開始真心的悔過 所謂悔過呢 就是立志 不惡過 不再犯錯了 才能真正的消夜 所以我們要常常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 所以馬祖教我們士氣良言 對不起請原諒我 對不起請原諒我 所以當你的腎臟不好 你得了腎病了 腎子事太高了 危險了 醫生跟你講這樣 你要每天對你的腎臟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 那你發現賺不到錢了 你開始要對恩親債子講了 也是你欠人家的債了 你要趕快說 對不起請原諒我 懺悔心 趕快跪拜 禮佛謙誠 禮佛就在懺悔 在佛菩薩前面懺悔 第二個呢 你要去冥想 出禮心 因為這個世界太苦了 這個沙佛世界是堪憐世界太苦了 我一定要離開這個世界 脫離六道的輪迴 所以我們發願求聖道 上求聖道 就脫輪迴之苦 出禮苦海 我一定要好好的修 師聖替我知道苦是怎麼來的 我要離苦 那我就要沒有意忘 那開始呢 師聖替要知道 我要師聖替修好 要了解十二個英年 人的英年都是有英國的 我剛才的倡偉誠是代業而來的 所以我立志 我下輩子不要當年了 我要來認識《馬子》 學習媽子 將來要成為什麼媽子 所以我們要處理心 要處理心 第三 那要處理心要有慈悲心 你要慈悲心 你憑什麼力量可以脫離這個六道的輪迴 這個因果輪迴你怎麼脫離 你一定要度眾生處理 不是你自己離開這個世界 沙伯世界 這個痛苦 複雜 環繞的世界 而且要度眾生處理 那治人家的離苦得樂 要行菩薩道 行菩薩道就是六道波羅蜜 你第一個要布施 要慈悸 連怒 禪定 就是這個功課 你要精進 要拨認個智慧 要懂得去度人 要布施 所以你要度人 要住人 要行善 要靜心 要符慧鬆修 修六道波羅蜜 所以才能離開 只有你離開嗎 你要度眾生 要利於他 所以我們善惡要變成聖連 就盡了損己而利連 所以我們一定要一切以菩薩 菩薩就是利他 那第四個 心要專注在這邊冥想 你要想的 你要有這種觀念 要有這個念頭 你的心要有快樂的心 為什麼快樂 你要告訴自己 人生不亦得 人生不亦得 人可以做人 這很難的 那侯經講什麼 就好像烏龜 你的頭在大海裡面生出來 剛好撞到一個室裡面的一個小洞 飄那個浮沫 漂流到大海的一個浮沫 上面有個小洞 烏龜 烏龜閉著眼睛 頭抬起來剛好撞到那個洞 那很難得 那個機率是很少很少 所以人生不亦得 所以很高興 歡心的勤修道 歡喜度人 你要歡安 高高興興的去度人 所以每天要快樂 所以每天我們都是快快樂樂的 所以我就要講那個 追求什麼 內盤的境界 常敬我樂 這個境就是我們現在的定心民德 禪定 追求一個清淨的心 常敬 常樂 對不對 所以你要懂 要快樂 所以要洗夜 帶著洗夜的心 那當然真的是很好 不要以為這個世界很苦 我真的很難得能當人 第五位 要有空五心 要能放下 放下才能自在 那本來我們都是空空的來 就要空空的回氣 所以宇宙本來是空的 根本就沒有物的這個東西 都是量子力物理 現在都講的是前習宇宙 都是信息 都是空的 圓祀聖空 所以宇宙本竟空 跟安靜竟空的 來氣武守悉 所以你沒有帶東西來 也沒有帶東西去 所以施捨能德 施捨能德 這就是空無 這是剝露智慧 本身都是空性智慧 都是空 了解這個空 宇宙的空無都沒有了 空中廟有 其實什麼都沒有 空空的來 空空的去 什麼都沒有 可是施捨能得 你就捨得捨得 你才會得到 你放棄的手一放 都沒有了 你才會擁有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在分享殘龍器修心養性的功夫的時候 因極你就會變養 你都空掉了 變成一養不死 你就會擁有 那第六個要有精靜心 你要上求聖道 所以我們主生要求上進 我們要追求靈性 這是我們現在的課程 如何提升靈性的功課 提升靈性修行的方法 對不對 那就是要精進 那你精進呢 媽祖教我們的 就是主生要求上進 要求什麼 九品聯台 你死後到西方其樂世界有九品 那我們媽祖信徒 死後往生也有九品 你一品一品要去修 在九品聯台 在一開始我觀念在 在滿年生的實踐 第一堂課我就講到九品聯台 就在談九品聯台 我們就修 學習智慧 到最後空武 無心聯台 九品最高就是無心聯台 第七 就慢慢要入世了 第七要率真的心 我們要有處子的心 因為我們就是媽祖的小孩 媽祖視我們為處子 所以他最疼的人是什麼 所以一個人的心要靜 你要有率真的心 就是真誠不稀微 然後長寶處子心 像小孩子一樣 求真求善 你要像小孩子一樣 不要微啊 微走啊 那麼恰 你就是很坦然 率真 一定要率真啊 你說一句謊話 你要用千句萬句的謊話 去遮這個謊話 你多痛苦 到最後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啊 所以我們永遠就像小孩子一樣 所以我們是媽祖的小孩 要真的是小孩要有處子之心 要有處子之心 不要作假 所以率真一點 永保處子之心 求真求善 真善美啊 這是年才會快樂啊 第八 寬視心 過氣不可得啊 炎亮無瓜愛 無願了業啊 各位 過氣已經過氣了 人為什麼會痛苦 為什麼會煩惱 你太在乎過氣了 過氣已經過氣 已經不可得了 未來也不可得 現在也不可得 現在也要馬上放過氣了 未來也會變現在 現在也會過氣啊 所以我們炎亮別人 不要老是記醜嘛 就很多人有正義感 報仇啊什麼 我說你小時候看太多了吧 武俠小時候看太多了 你都是安安相報 你何時了啊 你沒有怨 我們的怨才會了 我們才會離開這個輪迴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 我們求人家炎亮 對不起 請炎亮我 我們自己要炎亮別人啊 所以我們不要老是去要求人家苛責別人啊 說炎亮 炎亮啊 人家相互回報也會炎亮你啊 所以要一顆寬視的心啊 心要能大 那第九是諸子心 不貪啊 我們不能貪啊 善業的根本就是善根 就是不貪不爭不吃 那諸子就是妄心皆不止啊 你為什麼這個妄想心呢 你為什麼會犯戒 起心動念會不好 那就是你不諸子嘛 貪嘛 那煩惱呢 因強求 你就是貪嘛 你能力不過就硬要坐這個位子 你就坐得很痛苦 那就想辦法去做 那結果又不爭 又不率真 所以你就苦啊 所以無益離苦 無益則剛啊 所以當你不求 容易知子 你就很快樂 很快樂 那這個九項呢 就是顧問類出來以後呢 媽子的選擇 那另外有三項呢 其實北港媽子把我踢掉了 然後換上這三個 這是第四個 媽子叫我們要洗虎 我們人呢 擁有很多 很多人都注意自己不止的地方 就不知子嘛 所以往過來媽祖叫我們要洗虎 萬物天地事 所有東西都是上天 土地公給你的 還有老天一網大地給你的 是天地給你的 當洗連間虎還有人給你的 在連世間 你有父母來照顧你 有兄弟姐妹 有朋友 你現在要穿的 用的 吃的 哪一個不是都給人家給你的 所以你要珍惜英言 要洗虎 所以不要浪費 要多說感恩 感恩 那就知道第十一個感恩心了 當你懂得洗虎以後 就會懂得感恩 對別人說一聲 謝謝你 我愛你 所以要感恩 就謝謝他 我喜歡你 我愛你 你要表達出來 所以媽子叫我們要講四季兩眼 對不起 請原諒我就是寬恕 懺悔 然後謝謝你 我愛你 要懂得洗虎感恩 他在旁邊陪伴你 他批評你就是良師 你要把他當作良師 對你有益的朋友 所以你要知道父母恩 當謝眾生請 要多說謝謝 所以我們上計程車前 都會開門說謝謝你 我要到哪裡 謝謝你麻煩我們要到哪裡 謝謝你怎麼樣 那下來謝謝你 把門關起來 還跟他行個禮謝謝你 就是感恩 所以要把感恩感恩這兩句 掛在嘴裡 所以我們媽祖信徒 感謝報恩 還知道要孝順 要回饋 不是嘴巴講而已 回饋 要 Wallace %,termil 他們會影響 собственно itions 超Б 你喜歡 sts because 이스 ället 人 你的心不會亂動的 不會有妄想的 就停止了 就定盡安立德 所以我們六度波羅蜜連入禪定這個定 你就會得到 得什麼道呢? 得到剝落的智慧 真正的空性智慧 活的智慧 真正捷悟宇宙的智慧 天地皆係歸 這是老子的長青靜音講 也是儒家大學之道 大學是最大的邪分在講什麼 所有的邪分儒家講 所有的邪分都在明明德 在清清明 在主義至善 我們都在追求這一個 要明白這個光明 宇宙正道的道德 德行 而且親近 接近民眾 去度眾生 是上求生到下度眾生 而主義至善永遠在進步 沒有境界了 至善是最高最高在停止的 就一直追求 一直追求 一直追求 那最重要叫諸子定盡安利德 你就會得到 那這個是個邪問 那就是六度玻璃 定盡安利德 在談六度玻璃的忍入禪定 因為你定了 智慧就會來了 宇宙的智慧就會來了 你的秦靜音講的 老子講的 你的六根 你可以控制 你的恩而彼舍生意 前期意 前期意 這個意望 把它控制制了 你心就能靜 就能定 就能靜 你的神就能清 就能乾淨的靜 清靜的 那天地皆昔鬼 宇宙的生命力 智慧全部回到你身上 我們的智慧就會連通 宇宙的最大最大的駐料庫 叫做神通 開五言六通能力都會有 就是我們提升靈性的修煉的方法 那一德媽祖教我們 明心定心來修煉 就是十二個心 我們有一首歌 就是定心歌 就是讓我們十二分鐘來反省 我們有沒有懺悔心 處理心 然後慈悲心 要度大家來處理 然後率真 能懂得感恩 最後能清靜 所以我們有這個十二個心 我們的心就能定 靜 安 立 立就是過立了 過立思考了 你思考 思考 你就會得到了 得到那個道 你的靈性 法界性就會上升 到了菩薩了 到了活到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多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